这个憨斐正在抢劫银行 结果走错路来到外币兑换所里 老哥这是啥 我不要日元我要欧元啊 那不好意思先生 街角有间银行你可以去那打劫 结果憨斐刚来到银行打劫 警察就飞速赶到 他一路逃窜躲到了电影院里 影厅正在放映冰河事迹 同心未免的憨斐立马被吸引 找了个位置也跟着看了起来 就算警察过来把他抓了 还恋恋不舍的回头想多看几眼 憨斐被关进监狱 同住的玉友吃着零食对他一脸不屑 他先是介绍自己名叫钢弹 然后开始了他的专属嘴炮技能 钢弹像是唐僧念经一样 嘴巴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 玉友给烦极了 这钢弹怎么跟个傻蛋一样 一边笑一边念叨 使之玉友刚要动手 就被力大无穷的钢弹直接打趴 玉警接他脑子有点问题 便安排心理医生给他就诊 可钢弹不仅没听进去 还全神贯注盯着一只苍蝇 结果下一秒 最后医生得出结论 钢弹不是神经病 而是纯粹的蠢到家了 没过多久 钢弹迎来了新玉友李昂 对方一天到晚不说话 只会盯着墙壁发呆 不知道的还以为和钢弹一样 哪里也少跟金 但其实李昂是一名杀手 之所以入狱 都是因为他勾搭上了 黑帮老大的老婆 黑帮老大知道事实后 更是狠心的把老婆灭口埋了起来 而李昂为了替爱人复仇 趁着黑帮成员抢劫运钞车时 中途抢下他们的生意 拿走了老大的2000万赃款 谁知警察已经赶到 把李昂给关进了监狱 而警方为了逼他说出赃款的位置 这才把钢弹安排跟他住一间牢房 为的就是让李昂烦倒说出赃款位置 一天天的嘴炮洗礼下 李昂终于受不了选择戈腕住进病院 可难得有人愿意听自己念叨这么久 钢弹早就把李昂当成了朋友 为了跟李昂再次住在一起 他也选择戈腕搬来了病院 这可真是个好兄弟啊 李昂被绑在病床上 因为给心理医生当作神经病 他要被实行脑液切除手术 就在医生要给李昂注射麻醉剂时 他猛地抬头 我出十万帮我逃出监狱 医生被钱打洞 他按照李昂的指示 找到了黑帮老大 原来李昂是要让黑帮老大替自己出钱 老大这一听 你个好家伙 抢了老子2000万 现在还有老子替你出十万救你出来 可没有办法 要是不帮李昂逃出来 老大的2000万就要打水漂了 安排好计划后 医生准备带着李昂越狱 可找了李昂两天的钢弹 也打算带他越狱去开间小酒吧过日子 只见一架升降舱从天而降 钢弹立马把李昂推了进去 带着两人翻出了围墙 可就在这时警察来了 操控升降舱的司机怕给抓 丢下两人在半空就撒腿跑了 没有办法 李昂和钢弹只好跳上警车 可把里面的警探给看傻了 两人逃到街上 李昂觉得钢弹这么聪明 还能带自己越狱 肯定是警方派来的卧底 钢弹这一天可乐坏了 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听别人夸自己聪明 就在这时 黑帮老大的手下也赶了过来 他们抓住李昂就要带走 好在人傻体壮的钢弹 及时出手 跟李昂的双人配合下 打趴了手下 还抢走他们的宝马 路上钢弹表示 这车暗偷过 车型特别棒 还带卫星定位 李昂这一听 密押得咋不早说 赶紧下车来到陌生土豪家 不仅借走他们的衣服 到了宝马车 结果一下车发现人不对 立马就傻眼了 还没等他们缓过神 两人再次赶到 又一次的打趴了手下们 抢走了他们的奔驰 虽然手下没抓到人 但情况还是要汇报给老大的 老大 咱这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 坏消息是开过去的奔驰 给抢走了 但好消息的是 咱把宝马抬回来了 还在泉水指挥的黑帮老大 这一听 差点没把脑衣血给气出来 李昂和钢弹走在街上 看着身上真身装扮 两人看着都觉得好笑 这时两个混混上来送衣服了 混混调开两人一番后 结果就是被一拳一个 可两人还没走多久 就被巡警发现 就在李昂要给逮捕时 钢弹再次跳出来 打晕了巡警 就在以为安全时 巡警突然朝李昂开了一枪 而这也导致了 两人不仅要开着警车跑路 钢弹还要给中枪的李昂找药治疗 可开这辆抢来的警车 实在是太显眼了 李昂赶紧让钢弹去偷辆新车 谁知钢弹偷到一半 就被警察逮住 就在下一秒 钢弹又多开了一辆警车回来 李昂人都傻了 老子挨个枪就已经够痛了 你现在偷了两辆警车 是想让我头也痛吗 还好 一个路人司机 错把他们当成警察来问路 这才让两人换上了普通轿车 钢弹从药店里买来药 带着李昂躲进破烂的小酒吧里 为其治疗 钢弹表示 等麻烦解决了 就把这酒吧买下来 到时他们可要当老板的呀 而李昂则表示 自己隔天先取来两千万赃款 来做启动资金 再去单枪匹马地解决黑帮老大 可钢弹不愿让自己的好友身处危险 等到深夜 他便偷摸起来 给黑帮老大打去电话 他想趁李昂去取赃款时 把老大骗过来 打算靠一己之力将老大给解决 隔天李昂来到墓园 取走藏好的赃款 旁边的老太子一看 哎妈呀 活了这么久 还第一次见死人从墓地里爬出来 李昂回到小酒吧 却发现手下们正在狂扁钢弹 李昂打倒手下后 便威胁他们带自己去见老大 老大开心坏了 抓了这么久 终于抓到了 可下一秒 李昂直接把枪开始了枪战 他解决了一个个手下 却被老大击中了大腿 就在给胁迫交出脏款时 钢弹及时现身 击毙了老大 可就在下一秒 老大用最后一口气 开枪击中了钢弹 此时警方也已经赶来 早就把钢弹视作好友的李昂 眼中带泪地让警方赶紧救人 毕竟两人以后可还要开小酒吧呢 听着李昂的一番真情告白 钢弹立马满血复活 一言为定啊好朋友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你压闭嘴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